我們今年的生活宜已經是連續第九年舉辦新婚生活宜大獎 我们的目的就是选出众望所归的优质结婚产品和服务供应商 刚才Fanny都说过了 我们是透过网上一人一票投票去选出 而且我们没有金银铜奖 只有每一个行业的组别就只有一个去获奖 所以实际上是得来不易 亦都是实至名归 这样也恭喜大家 3 2 1 我们先为我们的家庭 Cheers 在这里祝在各位婚礼的商户义务正正日上 祝愿我们整个婚礼界充满着幸福和欢迎 为什么维持一个理想的女婿要区别什么条件呢 男士们朋友们请你们抹下分享出去 最重要是她能够令到我的女儿开心 这个是唯一的要求 初次踏足婚礼服务 这么成功 你觉得她给什么元素才可以像你这样呢 都是具备那样东西 都是要努力点 要找个好的拍档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拍档 去跟我看着实际生意 比如开会 去管理所有东西 所以就要跟一个好的拍档去互相信任 心情原来就来结婚 每天都觉得很sweet 很期待快点到结婚那一天 真人之爱婚言荣誉大奖 得奖的单位是 香港四季酒店 我想问问你 这么多东西要筹备 这么多要想 你觉得最烦是哪一样呢 但是一想到一些细节 就开始头痛了 比如在哪里买酒 我说因为我发现香港的酒店和酒楼应该很好生意的 相信 聪明的你们一定都猜到了 因为浪漫一生同时获得新人至爱婚纱摄影 荣誉大奖给点掌声恭喜好吗 就是新人非常关注的 全城之爱新人大奖2013 其实生活仪今年在网上邀请了很多很多新人 新婚人士 然后在网上一人一票的形式就是选出全城之爱的这一群新人 他又准备好他做我老公没有呢 因为我的担心就是 我可不可以完全接受这个人的缺点 他平时很耳朵 很乱俊 很不小心 我可不可以接受这些东西呢 我有害怕过 我有疑问过 但是 不知为什么很巧合 每一次我有这个念头之后 就会有一些东西去确认 告诉我 其实我是可以相信他的 那 我想最重要就是 有一次他跟我说 不用担心啦 所有东西我们都可以一起冲过去的 不要想那么多 那就令到我觉得我没有选错老公了 新婚生活业 2013 榮譽大奖 这个奖是代表了 所有的奖项之中 获得最高票数的公司或者品牌 得主是 冠南华 那就很多谢大会 拍这个奖给我 阿玛先生 多谢你 你们的网真的很多人看 我很多feedback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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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